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椅子在這裡 全部都是椅子 你有沒有覺得 這些椅子是被甚麼人坐的 這個是等船 還有打擊的人坐 這個是迷路的人坐 或者看風景 這個是BB椅子 不過我不明白 為什麼BB要坐在後巷 這個是被等巴士的人坐 露人家坐的 在我以前住的那裏 因為巴士很疏的 大家都要等很久才有巴士 很多街坊會特意拿了一些椅子 讓大家等巴士時可以坐著等 這些拍了不同椅子的照片 其實就是我們生活四周圍都可以找到的 這些椅子令我想起有一個人 他很喜歡在香港的大街小巷 鑽孔鑽 他找到一些很特別的椅子 原來都躲在我們生活裏面 今天有四個任務要和大家完成 第一個任務 我們先帶大家去認識一下 藝術家Michael Wolff和他的作品 好 出發 這裏是哪裏的 我們一齊走一走一走 這裏就是藝術家Michael Wolff 很喜歡來的後巷 我們一齊尋一下寶線 好 出發了 我們 曾經是攝影記者的Michael Wolff 在二十多年前就來到香港工作和居住 住了之後覺得要好好認識自己的生活地方 所以有一段時間 他經常都會戴著相機 去記錄他眼中有趣的事物 他發現原來的行李裏面有很多 看上熟口熟面的東西 但就擺到古靈精怪的樣子 例如說 好像在跳舞的洗碗手套 還有 還有一些在打功夫的地拖 好有趣 我還知道喜歡在香港各區 街頭街尾周圍走的Michael Wolff 無論去到哪裏都會找到古靈精怪的椅子 就像這張 成了邊形金剛 上面是沒有了輪圓的寫字樓椅 下面是用一個大水筒托起 還有這張 就是一張沒有了腳膠椅 配合在木箱上 這樣坐的時候就可以很穩陣 哦 即是這個 表面是一個飲水機 但是加了一個軟墊在上面 其實都是一張椅子 是啊 還有這些 看起來好像沒甚麼用的東西 好像是一些棄置了的木頭 上面放兩塊軟綿綿的布 用繩子綁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張 舒服 穩陣 又方便的椅子 咦 不過我又有些好奇 究竟這些椅子是給甚麼人坐的呢 嗯 就像餐廳的侍應 和洗碗的衣衣一樣 他們做事的時候 通常都忙到沒有時間坐下 餐廳裡面的椅子 又要留給進來吃東西的客人坐 所以休息的時間 就會去到餐廳的後巷 休息一休息 在附近收集一些不用錢 現成可以找到 又適用的物件 用來做一張椅子給自己坐 藝術家對於這些 躲在街頭的椅子特別有興趣 因為在他的眼中 這些全部都是在這裡工作和生活的人 做出來方便自己的一些小發明 而且每一張椅子的物料和組裝法都很不同 每一張椅子都很有自己的性格 所以Micro Wolf就用自己的相機 將這些在大城市中發現的小故事 一一用相片的形式記錄下 有時不僅拍下來那麼簡單 他還會收藏幾張回家 哇 我們回來了 你不要大力 哈哈 胡靖 剛才看了這麼多椅子 你最喜歡哪張椅子 我最喜歡的就是水桶椅子 我也想做一個這麼特別的椅子 不過我沒有材料去做 其實一些材料 未必要在街上找到 我在想 不知道我們家 可不可以找到一些 不是經常用的物件 可以用來做椅子的呢 嗯 是的 我們可以在家找一下 不過我們今天 把椅子做到哪一個人好呢 當然要做給我爸爸啦 嗯 任務易 邀請小朋友訪問一位家成員 了解一下他對椅子有什麼需要呢 爸爸 爸爸 你累不累啊 為何你不找椅子坐 因為家庭的椅子實在太高了 所以都不適合 而且我還要走來走去 那我做一張椅子給你 那需要怎樣的椅子 嗯 最好是矮一點的 還有輕一點 還有 如果這張椅子可以走來走去 動來動去 那就更加好 家裏有沒有不要的東西 讓我做椅子 嗯 都有的 那不如我們一起去找一下 好啊 任務三 我們一起找一下家裏 有沒有一些 帶了很久又沒用的物件 試試重新把這些物件拼在一起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椅子出來 沒有用的膠樽 中秋節剩下的月餅盒 不適合用的皮帶 我們已經不再看的書 舊T恤 擺盤栽的滑滑架 舊布 用剩下的麻繩 Party用剩下的氣球 舊玩具的木板組件 給點心機和時間 在家裏就已經可以找到 這麼多現成的物料 在日常生活裏面 一些我們以為沒用的東西 還可以物盡其用 變成創作的一部份 嘩 我們找了很多東西回來 任務四 大家都在家裏找了很多東西回來 對呀 那我們一起開始製作吧 我找到一些Party用剩的氣球 我覺得它很輕 就可以符合你爸爸 想要那張椅子可以容易一點 方便走來走去 對呀 不過氣球還差一點東西 差椅腳 剛才我們不是找了一些膠樽嗎 不如我們加上膠樽來做椅腳 我們需要用一些東西綁起來嗎 用膠樽做 膠樽 我們沒有膠樽 剛才你爸爸不是說有皮帶嗎 不如就拿皮帶吧 好 我們先找皮帶過來 來吧 不 它真的很像一張椅子 一張椅子來的 好 第一張椅子完成了 你懂不懂 我們試試 我們的實驗品一號 在家裏很穩陣 哈哈哈哈 好 來試試試吧 我覺得好像不錯 哎呀 咦 原來會散的 我們再做一個 想不到氣球真的可以做出椅子 不過很難固定 不耐用 可能這次就未必那麼適合 不如我們就這樣用膠樽來做吧 好啊 可以試一下 還有我們可以用這個綠綠托 原本是栽培栽的 但現在好像沒什麼用 爸爸就可以坐在上面 走到哪裡就動到哪裡了 我們還可以用這個繩綁起來 這樣就一定穩陣了 嗯 應該不可以 好 誰要坐在這次 我坐在這次 我坐在這次 好 我們完成了我們的實驗品二號了 已經 好 是時候測試了 可以啊 胡靖你坐 讓我試一下我坐得不可以 輕輕力的 喂 很難輕輕力的 爸爸還要滾來滾去做事 不行啊 喂 嘻嘻卡卡都掉了 看油廁那麼辛苦 我會被你坐得爛了 不如我們再試一個吧 好嗎 好啊 膠樽未必承受到大人的重量 如果你做給大人 可能就要有些比較堅固的東西了 我覺得月餅罐會好一點 因為不會掉 那我們用這個托 托在月餅盒下面就可以了 好 咦 但剛才這條繩子 我覺得太幼了 好像綁极也綁不完 不過我想到一個方法 剛才我看到胡靖 不是拿了一些舊T恤出來嗎 其實我們可以把舊T恤 剪成一些粗一點的繩子 用來綁東西的 我們就試一下 怎樣把舊T恤剪成一條繩子 好 我們用剪刀要小心一點 要等家長一起做的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不斷 然後弄一條圈 弄一條圈 這樣一切 就會變成一條很長的帶子 這部是甚麼 這裡很久都沒有用 是 即是長大了就不用玩玩玩具單車了 對 我的客人已經有了 哦 你自己就這樣拿去板呢 就這樣拿去板也不行 只是不要容易的 挺好啊 我想試一下 單椅子 好玩 成功 太好了 再轉吧 成功了 我們今天都試了幾次 才可以做到一張坐得穩固 有舒服的椅子 原來創作真的需要有實驗精神 所以我想藝術家Michael Wolff 在後巷 找到這些古靈精怪的椅子 一點都不是隨便做出來 全部都是街坊的心機 原來胡靖都有這麼細心的一面 知道爸爸在天台照顧植物 要整天蹲下起床 走來走去 這張椅子又輕又夠矮身 坐得穩固之餘 還可以滾來滾去 胡靖真的明白爸爸對椅子的需要 今天認識了藝術家Michael Wolff的作品 認識了很多原來在街頭 躲躲起來有很多有故事的椅子 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帶走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希望大家像藝術家一樣 經常帶著一個好奇心出街 我們就會留意到 身邊原來有很多很有趣的物件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沒用的東西 可以變成很特別的椅子 所以我們的想像力真的很厲害 而且只要我們多關心身邊人的需要 其實這東西都是我們創作的起點 期待你們的作品 做完你們的椅子 坐在上面拍一張照片給我們看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 轉圈 咦?還有些東西剩下 讓我嘗試用一些書 布加上皮帶 做一張椅子給我的肥貓 讓牠不用霸佔我的梳化 我們先看看 經常都聽到有人說 藝術就是生活 可以怎樣跟小朋友傳達這個訊息呢? 就好像藝術家Michael Wolff 在香港生活期間 走過很多大街小巷的時候 經常都會被一些 躲在角落的工具和擺設吸引 所以用了他的相機記錄下來 當藝術家帶著好奇心 去重新探索日常生活的時候 他發現到這些很有創意 又充滿民間智慧的椅子 正正反映了很多不同的人 在生活上 原來有著很多不同的需要 所以我們可以從小培養小朋友 多點關注社區裡面發生的事 留意身邊不同的人 是不是有不同的需要 細心觀察四周圍的環境 就會發掘到有很多獨特的故事 就算走在街上 都可以變成好像走博物館那麼有趣 可以多留意這個作品 拜拜